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家常 就是我们平常自己家里会吃的菜 那今天就是做一些清冰箱的料理 芹菜炒肉丝 鞋炒蛋 番茄炒蛋 然后再来一个三杯杏鲍菇 对 今天的晚餐就这样 首先我先来腌这个肉丝 这个要怎么腌 我今天这个是后腿肉丝 这个鸡蛋三颗好像哆啦哀梦的眼睛还有鼻子 我先切一点 你看我拿刀再有一些 先切一点点那个姜末 这个姜要干嘛 我要腌肉去腥 因为我们是家常菜 所以就没有很特别什么比例 所以调味上可能要稍微 这个姜末我大概就是切个 这个大概一小匙 米酒 米酒我用这个一大匙 盐巴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我要让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个 咸度 如果只用酱油 你会觉得 那个 层次比较没有那么豐富 砂糖糖 这个是最小的那个是什么 四分之一匙 妈咪这个砂糖 大概一匙 可以这个砂糖 是 加虾米 大概两匙 妈咪这个砂糖是加虾米 我们家的酱油 都是用这个瑞春酱油 蠔油也是瑞春的 加一点点的这个白胡椒 黑胡椒也可以啦 酱油 一小匙 酱油就没有放那么多 也是瑞春的 离锦记的蠔油也不错 这个只要一点点就好了 这样一点点就好了 蠔油 素蠔油还是香菇 素蠔油还蛮好用的 它有咸有甜都有 这样抓一抓 就这样放的 等你菜都备好就可以了 芹菜我刚刚先切好了 然后这个是等一下要做那个 三杯杏鲍菇的 三杯杏鲍菇的 这个是九层塔也做好了 然后我们就切一点辣椒 如果你们是完全不敢吃辣的人 那你这个辣椒可以把纸去掉 它就不会辣 它就是 配色而已 红萝卜 我的芹菜肉丝里面想要配一些红萝卜 我用手切会比较粗 那个我的切工不是很好 下次我们来做一个好吃的红萝卜 我看连小朋友都敢吃 你做的红萝卜蛋真的很好吃 不会有那个红萝卜味 大红萝卜一辣椒 如果有一个薑片 也应该需要下锡油 也要好 可以用多小edu 这里一些薑片 然后蒜头三颗 不用切 你把它这样压破就好了 那另外这两个蒜头 我是要用哪个 蕃茄炒蛋的 如果家裡有蔥的話 蕃茄炒蛋最後放一點蔥 配色會比較漂亮 我們今天用兩顆蕃茄配三顆雞蛋 我們蕃茄呢切 我都習慣會切這種滾刀塊 那有的很喜歡那種口感 上好一點他會把它去皮 那我們家就不去皮 因為就是家常料理 杏鮑菇切 滾刀 滾刀就是這樣 切一下轉一圈 切一下轉一下 今天杏鮑菇有點少耶 這樣一份煮起來 因為他會再說說 那個三杯杏鮑菇 那三杯的三大元素就是 麻油、冰糖和米酒 就一定要有 那 我不會全部用麻油 因為這樣麻油炒過頭會苦 所以我會一半的這個香油 所以我會一半米酒 配一半麻油 配一半的這個香油 香油是彰化、田中、佐 的香油 佐伯源他們加的 麻油也是他們加的才有香 我們現在是一邊露營炒在一邊 對看 南 雨球、南雙、金牌戰 先下這個薑喔 薑香 先下去把它 煸乾 煸出那個香氣 煸乾 剛剛講錯了啦 是麻油 米酒和醬油 邊大邊有點捲曲 就要下杏鮑菇喔 杏鮑菇會吸油 你看馬上油都不見了 我剛剛少做一個動作 就是下油之前要先 可以先把杏鮑菇 完全裡面都沒有油的時候 先把杏鮑菇放下去 然後 稍微煸一下 撈起來 再下油去煸 去炒香那個老薑 之後再下剛剛先煸過的杏鮑菇 那我剛剛少了一下 少了一次那個動作 比較有一個菇味 其實菇會有一種菇味啊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它煸到 有一點點的金黃 就把它炒有點這種金黃色 出香氣 有習慣放一點蒜頭 我先去和 complement我 我先去炒香 加麵酒 我要加麵酒 用來加麵酒 它是好像好香調 噴嚐 切耀 這只是一般家床那種不像外面很專業啊 還會用一個什麼OM啊什麼的 我們就沒有我們就是這樣 對就是一般家裡這樣沒有那麼高工啊 還要去用什麼 那叫什麼砂鍋啊什麼的 那我試一個看看 它搞好好吃喔 三杯就叫來一點甜甜又鹹鹹的 我覺得我剛剛有點太甜 我就叫來一點點你的鹽巴 好 一般人都會先下肉絲炒 但是我不要會先下紅蘿蔔 這樣紅蘿蔔比較不會用那種濕濕的味道 好我們先下紅蘿蔔 好忘了說醃肉醃肉的時候裡面可以放一點點的油 醃肉的時候就要放我剛剛忘了放 炒軟了我們就要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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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絲沒有切好所以它就是沒有分開 它都黏在一起炒到肉差不多熟了 然後再下那個芹菜 因為芹菜很快就熟 你太早下的話還會變軟軟的 芹菜下去吧 好我們下一點點水 這鹽巴加一點點就好 因為剛剛肉有醃過了 這個要讓芹菜有味道而已 我們家是有吃味精,我會加一點味精 他不吃味精的人,你就可以不要加 因為其實有看過那個醫生,其實味精他不是什麼化學的東西 但是不要吃多啦 OK,這樣就好了 這裡有三顆蛋,我們先把蛋炒半熟 好 安傑炒蛋這個蛋啊,用這樣剝的 剝的 他快熟的時候呢,我們就把它這樣剝過去 剝過去 OK,半熟就好了喔 半熟,我們就把蛋拿起來 不要炒到全熟喔,不然你蛋會老掉喔 半熟,半熟喔,記得喔 這裡是半熟的蛋 贏了贏了 直接熱鍋,放一點點油 這一次放一點油,就因為蛋裡面的油還蠻多的 剛剛切片的蒜頭下去 如果你家裡有蔥的話呢,就放一點蔥把也下去一起炒香 那因為我家的蔥,昨天滷肉被我用完了 所以我就沒有放蔥囉 有蔥的話,最後起鍋前加一點蔥花,顏色會更漂亮 下番茄,番茄一定要炒過喔 番茄一定要經過那個油炒過它的顏色跟那個香氣才會好吃 有的人煮番茄炒蛋是會加番茄醬的 因為加了番茄醬起來的那個顏色會更漂亮 那我們家是 如果有我就會加一些,沒有我不加也沒有關係 有時候我們也會吃這種青草的 水進去 讓番茄滾一下,煮一下這個番茄的汁 切這個,讓它熬一下喔 如果你喜歡汁比較多的,現在就可以下那個蛋 因為蛋也會吸那個汁 我現在要下那個蛋喔,你看還有那個沒有熟的蛋液 讓下去呢 這時候加一點鹽巴,自己調味喔 沒辦法,每個人的那個吃的鹹度不太一樣 加一點鹽巴 蛋很會吸湯,所以你也可以再加一點水 加一點糖喔,番茄炒蛋一定要加一點糖,比較好吃 青草的話會放一點點的醬油 就是要增加它的顏色而已,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的醬油,增加色澤 好,番茄炒蛋就好囉 記得 蛋一定要先炒半熟就好 不會蛋薄掉,這樣子的蛋就會嫩 你看它很嫩 這就是青草的那種番茄炒蛋 那你喜歡? 喜歡 有的喜歡吃飯囉 我們要吃飯囉 這樣拍不到 不會 番茄要不要? 我喜歡一點汁 你看我們家的小孩很喜歡吃這種番茄炒蛋的這個汁 所以我們就會 汁會用稍微多一點 那有的很喜歡的番茄炒蛋是那種 乾的,你懂嗎? 這個好吃嗎? 太甜了 太甜喔 太甜了 太甜了,你再加一點鹽,因為顏色已經OK了 就加一點鹽 不然就是醬油喝 醬油喝 醬油喝太黑 簡單的加常菜 簡單的加常菜 對 媽,這是我們台灣 又這個醬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贏了喔 好精采 耶 好感動喔 耶 掰掰 跟大家都說掰掰 掰掰 訂閱喔 訂閱喔 冠軍